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3年3月31号星期五 那我今天想要来更新一下字幕翻译的分享影片 那我今天使用的软体是这个 英文说实在的我不太会念 直接用这个帮忙一下 不管你是使用哪一款的软体 那一定要稍微去了解一下这款软体 它的操作模式或者是它的各项功能 我这样子在使用上会比较容易上手 那因为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每一款的软体 所以每一款的软体我大部分都只针对某一项 我特别想要用的功能下去做一个学习 以这一款软体来讲的话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自动翻译软体在这边 我现在先找一个我比较喜欢观看的外国频道组的影片 那你一定要先去制作字幕 这是自动生成字幕出来的一个字幕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字幕字串是非常多的 总共有900多项 时间长达41分钟 如果你是要用免费的网页翻译 那这个你在翻译成中文的话 你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先复制一下 那我用这一个软体下去做翻译 它最多只能输入到474项 然后翻译出来最多也只有到75个字幕项 所以你如果要翻译到全部的话 这个是非常花费时间的 那我本来是用这一个的 这个已经很久都没有办法使用了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去找了一个能够自动翻译的 那没想到这一个软体它自动翻译的功能非常强大 那我就是先把字幕档的位置复制出来 好那我们先在这边打开字幕档 输入我们的资料夹的位置 这个是自动生成出来的字幕 那我们直接点选打开 它这边全部都是英文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自动翻译 它会侦测到是英文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翻成中文 它是用谷歌的 所以翻译起来的准确性应该是可以信任的 那我们就直接按翻译 各位可以看它翻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900多条的字幕串 不用一分钟就已经翻译完成了 而且它翻译出来的效果 我个人是觉得蛮精准的啦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翻译出来 很多都是简体字 这个没关系 这个简体字还是非常容易解决的 翻译出来以后我们直接按确定 这样子就翻译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按储存 那就是存到我们原先的资料夹 它会自动帮你生成一个中文的提示 然后我们按储存 这样子一个中文字幕档就已经翻译完成了 而且它的时间轴都是很正确的 我使用了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 比如说之前操作的话会有数字变成英文的问题 然后用这一个软体就不会 接下来我们先把它关掉 那因为它里面太多简体字了 所以我要把这些简体字全部改成繁体字的话 也不可能像之前这样子一个一个再进去输入 然后再剪下贴上这样子 这样子会非常花费时间 所以我会使用另外一个软体 接下来我会使用这一个软体 这个应该也是字幕编辑的软体 这个软体我们一样先复制我们的资料夹位置 然后打开打开以后我们输入我们的资料夹的位置 然后就是找到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一个字幕档 打开以后像这个软体我也只单用它的一个功能 就是中文转为繁体或者是转换成简体的这项功能 那我们现在要转换成繁体 那它全部就直接帮你做一个繁体的转换 转换的过程是非常快速的 那我们直接按储存 储存完以后那我先给它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然后放到新的资料夹 然后我们打开以后一样复制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用uptime 然后输入我们的音讯档案在这边 然后一样我们输入字幕档 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一个 然后直接确定 总共汇入963条的字幕了 因为这是别人的视频啊 所以我可能要打个马赛克 它的字幕生成出来是非常不错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编辑我们想要的一个字幕模式 那这样子我在观看欧美国家的一个视频的话 就算它没有制作字幕 那我一样可以自己去生成这些字幕 所以在观看上就会变得非常方便 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一个软体 像我自己的话 几乎每一个视频我都会制作10个字幕 它这边就有谷歌上所有的国家的一个选项 像泰国那我们直接翻译 这样子就翻译好了 它翻译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像我使用到现在已经使用一个多星期了吧 目前都还是免费的 所以这个软体对我在字幕的翻译上是帮助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都会有字幕翻译上的一个需求的话 那这个软体是我非常推荐的 那我这一篇字幕编辑软体自动翻译的分享影片 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